我們今天談論其實有兩件事情 一個叫做政治獻金 政治獻金那一塊 其實是從柯文哲競選年 那個部分出來的 第二個部分是現在司法在偵辦的 叫做什麼叫做金華城案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檢方現在正式調查的案子叫做什麼 叫做金華城案 為什麼會找大媽老司機去 大媽老司機沒有碰金華城 沒有碰金華城案 現在檢方在調查的 看起來應該是金華城這個案子 或者是警方現在已經針對 政治獻金的部分 也開始進來調查了 你今天正能被傳去作證的時候 被傳去作證的時候 檢方會給你看什麼 他不會給你看全部的最見證 他給你看的就是跟你有關的 我穿起穿來聊天 我可能說我自己跟小方 我不是說什麼 我給你看小方的 沒有這種事 所以大媽老司機 可能是這個事情的第二季嗎 所以第一季要完結了嗎 為什麼要這樣講 就是李文中的這個角色 難道你只是單純的 你就是大家所講的 我就是只有當柯文哲競選總部的財務長呢 還是在其他的案子裡面 事實上有一些金流 也有透過所謂的李文中 這些東西 我覺得他你當他把交叉回來的時候 你就看嘛 為什麼大媽老司機被傳去 到底是問他單純政治獻金的東西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只是一個他只是一個志工 他還不是黨工 他根本不會去經手所謂 不管是政治獻金或其他的錢 對他來講是沒有的 可是突然他被傳去 而且還給他看說 柯文哲跟他之間的對話 那是不是因為我如果沒有記錯 大媽老司機曾經在節目上面講過說 他發現到看到說 今天媒體在報導 柯文哲出這麼多的事情 他也曾經去問過 我忘記他是直接講柯文哲 還是去問過陳佩琪 那這中間是不是有提到說 其實他們可能有解釋什麼東西 所以弄到檢方要去傳喚大媽老司機嘛 好 那麼大媽老司機 還講說的檢調說的一個重點 我們請教一下任俊哥 因為包括了現在李文中一口咬定 全部都是柯文哲指使的 哇 從那次開記者會 就開始冒合神禮嗎 那重點就是八大金庫這個部分 被嚴奉說 可能不只八大金庫 因為柯文哲那時候市長卸任的時候 突然大量申辦了銀行帳戶 是不是要搬錢的中間 兩個人出現了撕裂傷 我先講這個銀行帳戶的這件事情 就是說 因為這裡有一個人很特別 叫做陳佩琪 陳佩琪曾經開了一個 不知道算是記者會還是說明會 還是茶序還是客廳會 他不是有公佈幾個柯文哲的帳號嗎 然後講說這些就是柯文哲的帳戶 如果柯文哲有另外在開很多的帳戶 那為什麼在當下沒有提出啊 還是其實沒有開帳戶 我不知道但檢調一定會知道 為什麼只要是柯文哲名字的 只要是陳佩琪名字的 或者只要是阿堯的名字的 我認為檢方其實在這段時間 應該都會去掌握 那你看檢方在這次辦案的時候 包含到你剛剛講大馬老司機 他說我到檢調因為他被約被約談嘛 他看到的說哇他跟柯文哲的對話記錄 還被彩色印下來 那代表什麼你知道柯文哲 你的手機已經被破解了 因為他對話記錄是柯文哲跟大馬老司機 兩個人的對話記錄嘛 那大馬老司在當下他只是去之後 就看到已經印好在那個地方了 你知道那個工程很大你知道嗎 你如果只是要文字檔TXTA很快 那個對話還原完了 之後直接直接釣印版 但是那個上面沒有明確的時間序 他可能會有 但是那個通常你如果作為停上 那個停程的時候 他不能只用TST檔 因為他會擔心你是不是改過 所以他必須要用截圖 把那個畫面一個一個截下來 代表他是原始的對話好 那現在問題來了 柯文哲如果你跟大媽老司機的這個對話 是有被掌握 因為他說他有親眼看到 看到這麼多彩色鐵圖對不對 那柯文哲你的手機裡面 或者是你的通訊紀錄裡面 還有多少跟別人的對話 他跟李文中的有沒有可能也在裡面呢 沒有什麼有沒有可能 應該是有了 應該就是有了 他就一定有了吧 因為通常那一段就是 他要作為停程的時候 律師這邊一定很清楚的知道 他一定要有原始的那個圖檔 否則你不能夠拿來作為證據 TST檔都不能算 超過了八大金庫 不是 因為這些是帳上都看得出來的 可是大家如果還記得的是 這一個人的角色 這個人叫做蕭逸宏 對 那這個是柯文哲 在當時找這個律師的時候 就被人家說 他其實是什麼虛擬貨幣啊 這些啊 這個專業嘛 那大家都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因為虛擬貨幣 除非你是在原來的這些帳戶裡面 但對不起 不可能嘛 就這些公布的八個帳戶裡面 不太可能會有虛擬貨幣的流通 那如果有一些錢 因為到目前為止其實最怪的是什麼 你知道看起來柯文哲的進帳 應該很多 但他出去銷帳的那一塊 現在看起來有流向不明的 因為兩邊的數字看起來都都不起來 你如果還回來回想柯文哲 在第一次八月十二號 他們民眾黨開記者會的時候 大家質疑說你們的政治獻金 為什麼亂成這樣 你記不記得柯文哲當時說什麼 他說沒有啦 我們的人以為監察院 只重視這一塊 他說只重視收入 不重視支出 所以呢 我們收入這部分 把支出的部分 就那個端木證就亂搞 那是他們當時的說法 你還記得吧 可是現在看起來不是這樣啊 因為你的收入也是亂七八糟的 好不好 那你的支出那些亂七八糟的部分 如果前後都都不起來 有沒有可能是還有一個帳戶 是在海外或者在其他的地方 這就回到了橘子快回來哦 你都不回來 大家都不知道說奇怪 有什麼 你到底跟柯文哲有多大的仇恨啊 柯文哲要能夠脫罪 最好的有一個就是橘子回來說 你們都亂說 哪有什麼叫我趕快跑 哪有什麼給我什麼幾百萬 哪有叫我跟李文中交接 你只要出來把這些講清楚就好 他不要 他堅持不回來 而且同時也不出面澄清 搞得大家都覺得橘子 你就是被阿伯交代 所以為什麼講說橘子在害柯文哲 就是這個道理嘛 所以有沒有可能有這些其他的 這個所謂的這個帳戶 其實目前為止媒體還不知道 但我回來講另外一個 就是說我剛剛提到的 當下的那個記者會 後來柯文哲 事實上你如果從蛛絲馬跡來看 柯文哲不斷的在改口 八月十二號的記者會的時候 柯文哲跟李文中 還有競選總部當時的幹部 異口同聲都說 他們的帳是亂的 是誰搞的 端木正 端木正 就是他亂搞 端木正還不出息 可是你可以看到了 八月二十九號的時候 柯文哲就改了 改口說什麼 我錯在完全的授權跟信賴 沒有審查 只要財務長簽合就放行了 也沒有審查跟積合機制 這時候他沒有講到端木正 他短跑出一個人叫做財務長 財務長在當時是誰 李文中 所以這時候就要推給李文中 前段推給端木正後段就推給李文中 可是李文中在八月十二號那天 不是鞠躬跟大家講 我很負責任的告訴大家 我什麼都不知道 柯文哲後面幫他補一句說 他平常很喜歡講兩個笑話 太冷了好不好 因為天氣很低 主持人不要學柯文哲 但是你又回來看 到後來這一段時間 大家你就回想柯文哲 為什麼會講說 我誤信我五十年的好友 如果按照李文中當天所說的 八月十二號李文中 是怎麼講他的帳的 李文中說每一張單句他都看過 而且親手蓋章 可以去調當時記者會裡面 李文中的說法 柯文哲你到八月二十九號的時候 突然說哎呀你又沒有積合 又沒有幹嘛 你覺得在當下李文中 會不會是第二個被柯文哲推出來的人 所以你說現在我必須講 這兩個 這我們今天談論其實有兩件事情 一個叫做政治獻金 政治獻金那一塊 其實是從柯文哲競選年 那個部分出來的 第二個部分是現在司法在偵辦的 叫做什麼 叫做金華城案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檢方現在正式調查的案子叫做什麼 叫做金華城案 為什麼會找大媽老司機去 大媽老司機沒有碰金華城的 沒有碰金華城案 現在檢方在調查了 看起來應該是金華城這個案子嘛 或者是警方現在已經針對政治獻金的部分 也開始進來調查了 你今天證人被傳去作證的時候 被傳去作證的時候 檢方會給你看什麼 他不會給你看全部的最見證 他給你看的就是跟你有關的 對 我找去穿來聊天 我如果可能說 我跟你說我記得跟小方 我也說什麼 我給你看小方的 沒有這種事 所以大媽老司機可能是這個事情的第二季嗎 第一季要完結了嗎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要這樣講 就是說 李文聰的這個角色 難道你只是單純的 你就是大家所講的 我就是只有當柯文哲競選總部的財務長呢 還是在其他的案子裡面 事實上有一些金流也有透過所謂的李文聰 這些東西我覺得他你當他把交叉回來的時候 我就看嘛 為什麼大媽老司機被傳去 到底是問他單純政治獻金的東西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只是一個党 他只是一個志工 他還不是黨工 他根本不會去經手所謂 不管是政治獻金或其他的錢 對他來講是沒有的 可是突然他被傳去 而且還給他看說柯文哲跟他之間的對話 那是不是 因為我如果沒有記錯 大媽老司機曾經在節目上面講過說 他發現到看到說 今天媒體在報導 柯文哲出這麼多的事情 他也曾經去問過 我忘記他是直接講柯文哲 還是去問過陳佩琪 那這中間是不是有提到說 其實他們可能有解釋什麼東西 所以弄到檢方要去傳喚大媽老司機嗎 有兩天? 不能碰到他